我希望說他的苦難在他小時候這邊經歷完之後 後面就不要有了 因為他媽的還是希望說小孩子能夠健康長大 對 整成八個多月檢查出發展次環 我就安排能夠上的診所醫院 每天都帶他去上半個小時也可以 他哪邊比較落後我就哪邊想方設法 頻率很高 每天排到嗎 會不會累啊 會啊 很開心 好 新生兒就約了整型外科 然後心臟科 還有新生兒科 然後醫生就覺得說弟弟的狀況怎麼那麼多 醫生那時候就跟我講說 媽媽他這些症狀好像有一個罕見疾病 他影響的層面是永久性的 而且就是對稱的東西 這個小孩子如果當初沒堅持 他可能就走了 晨晨來這邊的時候大概是一歲多 那一歲多的小朋友已經要開始要會走了 但是他還是只會貼肚扒 所以他程度其實蠻落後的 那就是慢慢的訓練然後先增加他的下肢肌力 然後慢慢的鋪 然後再慢慢的讓他到現在可以走這樣 是因為他的那個罕見疾病 對所以會造成他的官用邊都是在左邊這樣 所以他會很少去用他的右側 因為他兩耳都其實都有受損 所以對他一開始的認知啊 你一些的簡單的指令 他其實都是不懂的 因為醫生說他一定要帶助聽器 要不然他語言出不來 他沒有辦法學習 每天一睜開眼就是都要錢 那爸爸的那時候工作又不穩定 那身上就是完全能夠 每天都沒有錢 助聽器的部分 你就那時候就是 跟媽媽姐跟妹妹姐 後來盛公跟我講說 其實因為這邊也可以申請補助 整個申請下來之後 我發現哇 鬆了一口氣 他整個就整個鬆了一口氣 我馬天有看到他進步 那接下來就是你要先信任他的進步 就是擔心說他今天 去到學校被拋棄 被罷了 可是這也是他 我知道 可是所以我想說先幫他 把他建設好 晨晨他領有身上手車 可是我們不講 你不會覺得 他是領有身上手車的小孩子 你會覺得 他就是一個特別的小天使 你真的很棒 媽媽生你出來 你那麼認真的 努力要活著 然後學習 對 媽媽會更努力把你帶好 我會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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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